全球塑膠污染問題日益嚴重 美國之音報道 在印度洋中部 塞帥爾的阿爾達布拉環礁上的野生動植物 正面臨塑膠的嚴重威脅 牛津大學與塞帥爾群島基金會組成的團隊 去年從環礁清除了25噸海洋塑膠垃圾 但研究人員指出 那些只是佔島上累積塑膠的5% 還有513噸有待處理 大部份環礁仍被塑料所覆蓋 更加指阿爾達布拉環礁 是全世界任何一個島嶼最大的一個塑膠垃圾隊 牛津大學首席研究人員認為 世界天然寶藏之一的阿爾達布拉 被塑膠這樣糟蹋令人無法接受 報道引述自然科學報告顯示 環礁上剩下的垃圾 包括三十六萬隻人自拖 將他們完全清除要花費一萬八千小時的工時 耗資三百五十萬英鎊 即是大約三千四百六十五萬港元 同時亦都包括 布鬧金槍魚的工業拖網漁船 在海上所拋棄的漁網 有環保人士認為 布嶼葉應該要支付清理費用 第三十五萬港元 全部清理費用 因為之前我買了三套 但只差一套還未夠齊 我今天來補回補多 之前那些是何時會買的 之前那些都是八月中已經買了 因為我們都預計開學 即是碰到很大賣力了 是的 是的 始終都要上學 有沒有預計 本身都想著 今個學期都開不了學期的情況 沒有想過 我想著一定會開的 不過看看是何時開 現在逐個開都是好處 慢慢逐個開辦 因為始終都不可以停學太久 因為小朋友不同 你說大學生可能真的可以100%在家裏 用這些電腦 小朋友可能也有些互動 或者老師可能要在近距離去關心他 整體來說 到現在我們的市場 都會少了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少了 少了 賣少了 還有一般現在的 好像今年的招生情況 很多學生都不是很理想的 有沒有說有些幼稚園因為收身差 少了學生 會 數量少些 少了多少度 暫時來說 暫時來說都會 少了 少了 十分一 都會暫時 一般幼稚園 收身數量少些 特別是新界區 就更加少些 因為少了跨境學生 以往來說 我們根本 我們根本 一路 三、四、六月 一路有買後服 現在 因為疫症關係 三、四月 那時候 都沒有什麼 買後服 現在就集中了 現在一路拖遲 現在一路就略多些 我們試過 現在只有幾十元 witches 證明